我敢打赌,99%的人都没见过这套公寓的户型 高田马场新建公寓,进去看看 看到没,这么小的房间,月租17万 卧室两边采光,虽说距离车站仅10分钟 但是这17万的价格属实高了点 除了眼前这个卧室,还有一个位浴分离的卫生间 卧室虽小,但是位浴分离却不能少 还有洗衣机放置处,要特别说一下这个鱼缸 怎么看都比外面的床都要大了 如果你真的以为17万只有这些,那你就错了 跟着我走,我们下面看一下 地下一层整体面积有21平方米 是上面卧室的3倍,17万的租金 恐怕这间地下室就这样了12万 住在地下的好处就是在这里绝对的隔音 即使是你在这里开party也不会影响其他的人 住在地下的坏处就是真的太冷了 走走走,我们赶紧走 有一说一,地板全部铺上地毯,还是很舒服的 来,看一下这个设计 这样的床帘设计,日常生活还是很方便的 这个房子还有好处就是如果你不想从门走 从这走完事了 点赞评论关注小宁,带您看遍日本好房 好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